林醫生在居家安老方面是不為餘力的 我做了10年的長者照顧服務 在社區照顧服務上 其實看到很多服務都是一些很低度的介入 或者是很割裂的形容 入到議會我想積極爭取 在洗科力處方面擴大這方面的資助 讓更多的老人家用到社區的照顧服務 例如是日間的中心或者是家庭照顧服務 不是說每個老友記 可能每個星期只有幾個小時的支援 這件事我想在福利的規劃上 資助方面是大力去擴闊的 不知道林醫生你又怎樣看 會不會贊成這樣呢 絕對贊成 剛才你說到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質的問題 一個就是量的問題 兩個問題就一定要追到後 大家可以想像一個老人家 他中風入院出院 如果他真的要回家 他沒有人照顧到他 或者家人都未能夠完全照顧到他的話 一天都是頂不住的 可能沒有人送飯 他自己下不了床 洗澡去洗澡去洗澡去洗澡 所以社區照顧理應是零等候的 如果不是的話 這些老人家自自動送去安老院 沒錯 沒錯 不過剛才 Connie你提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割裂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家人都不知道怎樣找服務 又不知道去哪裏找服務 所以怎樣能夠把這些服務整合起來 你是社工你就熟了 這些叫做個案管理 個案管理 case management 你怎樣能夠代表老人家 真的可以管理到他這麼多類型不同的服務 個案管理 case management 不單止在長者服務上面 可能在家庭服務或者整個社會服務上面 其實要大力推行 我其實提出一件事就是 外國可能有 family therapist 香港會不會有家庭社工 一個家庭就由一個社工去負責 無論是照顧一些 SEN 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 長期病患者 老人家 還有可能是有情緒需要的家長的時候 可能在家庭社工的支援上面可以大力推 這件事可能在外國的地方 一些北美加拿大其實都有這些概念 在醫療的體制下 其實市民可以用保險去看psychiatrist 家庭醫生 或者甚至是家庭治療師 我相信在香港將來來講 我希望都可以推動這件事 真的整個社會服務界 和醫療界別 醫社去合作去走前這一步 Conny 你的想法 甚至乎再給個案管理再走前一步 以家庭為本 其實這個觀念 正正我們現在都放在基層醫療裏面 現在大家知道我們區區都有一些地區康建中心 地區康建中心 康建站 但是他們都是有個個案管理的概念放在那裡 我希望這個個案管理的概念 是真的能夠促使到醫社合作 這裡過往在社區裡面 甚至是 其實張文奧都很多 照顧者的壓力非常之大 雖然現在社會福利署是有些照顧者的 津貼給這班主治療師 但確實是不是一個有系統性的支援 很多照顧者因為照顧 例如Dementia的老人家 柏金順症 或者長期臥床的老人家 照顧壓力很大 身心靈都受創 尤其是現在很多出現的狀況是易老胡老 即是老人家要照顧老人家 變相不想有那麼多不好的事情 其實這幫照顧者 是我們必須要 是要一個系統上的支援 所以入到立法會 我們必須要在照顧者支援方面 大力去提倡 要建立有系統的政策去支援 無論你是照顧殘疾人士的家庭 或者是長者的 其實全部都要支援 是的 Connect你又提到另一件事 我們很關心的 就是照顧者的政策 是 照顧者不是萬能的 再加上現在我們又說 落寧科技 怎樣用科技 沒錯 很複雜的東西 或者他自己都會病 他病的時候 誰照顧他 是不是都有一些 褶式的服務 沒錯 可能有一些暫託 是的 所以臨此種種 其實是 是照顧者支援的政策 其實十分之重要 希望Connect如果你有機會 入到這個議會裏面 在這一方面 我們可以用一些比較 一些協作的概念去處理 我們現在社會一些問題 怎樣能夠統整服務做得好 整合吧 一起努力 是的 Therefore 順便 手 屆